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边小曲和她男朋友也走进了房门 连一进门就开始激情大战 势必女主拿出了怀孕报告单 男主先是惊慌失措 然后几秒钟过后镇定过来 开始质疑女主 大意是你一天这么乱搞 谁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孩子 女主听完男主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言辞之后 默默地跑到厨房炖牛肉去了 在等牛肉解冻的时候 女主无意间发现了男主偷情的证据 这一下女主彻底的怒了 她是男主不注意 拿起案板上的牛肉砸向了男主 然后就出了门 而这一切都被魁南看在眼里 她吓得赶紧跑回了自己家 女主回到家里发现男主已经死亡 这一下可怕女主吓得不轻 权衡利弊之后 女主决定报警 带队的警察刚好是女主的朋友 女主心生一计 借口邀请警察们吃牛肉 而销毁了作案工具 然而可惜 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魁南的歪歪 事实上 魁南捡到钥匙之后 第二天就还给了女主 而魁南的前女友也回到了魁南身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